因为没有送货上门 快递员频繁遭到投诉 女子事后以取消投诉 向快递员索要赔偿 如果没有满足女子的要求 就会被一直投诉 就连快递公司也拿女子没办法 只能赔钱了事 记者在采访时 还被女子嘲讽多管闲事 然而女子要求快递员 必须送货上门 却又故意不留详细地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女士是一名中坡快递员 被分到芯片区不到一个月 就频繁遭到了一名女子投诉 对方每次投诉的理由都是 快递员没有经过同意 把快递放进快递柜 她每次投诉的不是小投诉 一投诉就投诉邮局 我们每次跑一单快递 只有几毛钱 她每次投诉的话 罚款都是500到1000的 不等数的价格 我们这每次都是百干 现在我她继续这样投诉下去的话 我这边干不下去了 女子每次投诉完 就会向黄女士索要赔偿 为了不被罚款 黄女士只能按照女子的要求赔钱 黄女士一共被女子投诉过两次 上一次送的是衣服 女子投诉黄女士的理由是 没有经过同意 就把衣服放进快递柜 使得她没有在第一时间穿到新衣服 黄女士按照衣服原价 赔偿了69.9元 女子才肯撤销投诉 黄女士这次送的是葡萄 因为商家发的是普鉴 黄女士并不知道派送的是生鲜 再加上派送时已经是晚上 黄女士把葡萄放进快递柜之后 给女子发了一条短信 结果第二天还是遭到了女子投诉 她说这个葡萄担任她吃了 然后她一直在投诉 她说你把这个葡萄留下 你就赔我100块钱 葡萄拿走你赔我200块 因为是自己的工作失误导致的 黄女士先向商家赔偿了63.9元的葡萄钱 随后打电话给女子道歉 然而女子却只想要钱 还在电话里威胁黄女士 如果不赔钱就会一直被投诉 黄女士告诉记者 没有打电话是她的工作失误 但女子一直投诉 还以投诉来威胁索要赔偿的行为 让她实在无法接受 黄女士后来了解到 遭到女子投诉的快递员不止她一个 之前负责这个骗区的同事 也遭到过女子投诉 同事告诉黄女士 不管哪家公司的快递员 只要没有送货上门 都会遭到女子投诉 既然要求必须送货上门 为什么不写上详细地址 记者带着疑问 拨通了女子的电话 记者刚开口 就被女子对得哑口无言 中通快递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管哪家快递公司都被女子投诉过 女子每次投诉完 就会用取消投诉 威胁快递公司 或者快递员赔偿 一旦没有满足女子的要求 就会一直被投诉 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收到邮政的投诉 快递公司必须处理 所以对于女子的投诉 她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女子的要求赔偿了事 而女子在尝到甜头之后 投诉的越加频繁 所要的赔偿 也从刚开始的100元 涨到了最高300元 要投诉 我们必须得处理 然后赔个100块钱给她吗 她说算了吗 我们也就不去计较了 只是说现在投诉的 她投诉的太频繁了 你知道吧 问她几号楼几单元呢 就说我们给她送货上门 对吧 她都不告诉你 对于女子这种行为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根据规定 快递应当按照邮寄地址来投送 未经用户同意 不能直接放入风潮 或快递代收点 否则可以对快递企业 及快递员做相应处罚 因为黄女士没有经过女子的同意 自行把快递放进快递柜 女子的投诉行为属于正常维权 但律师也说了 收件人只有在快递丢失 或者损坏的情况下 才能向快递员 或者快递公司索赔 女子故意不写详细地址 以投诉威胁快递员 进行索要赔偿的行为 已经涉嫌敲诈 记者随后 向当地的邮政管理局反映了此事 经过工作人员的调解 女子和黄女士 最终达成和解 对于此事 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